Hello 大家好,我是Viva 經理模式 今天我要開啟一個全新系列 這個系列的名稱叫做廣州球星加工廠 以往的經理模式,我的目標是短時間內達令球隊清白歐洲 其實清分這部分幾乎是等於零 所以這次我就決定 這個系列我會將所有預算投入青年軍訓練營當中 而這次我控制廣州隊其實是合情合理 因為目前的中國足球,廣州足球都是混亂不堪的情況 金圓足球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是時候要靠青年軍起家 我現在就將廣州隊放入鷹甲聯賽 當然目標是不變,依然是打造全華班 所以董事會期望那些東西就不用看了 我有自己的目標,就是搞好清分,自己培養球星 所以一上來的第一件事 馬上我已經找到最好的球探 這個來自冰島的球探 已經在找人 搜索的期間是9個月 慢慢找,希望他找多些人才回來 除了搞好清分之外 我亦都希望把這個陣容年輕快 球員如果上了年紀或潛力比較差的話 我都會掛牌 當然這個球隊的成績都很重要 如果一直降班,就真的連都不休了 所以見到有不少的球員 我已經把他們掛上了這個轉會名單 潛力不是太高,都會掛上轉會名單 當然賣不賣得出,這個是另一回事 另外的話,我已經再出單的引換 都是靈仔 首先報價靈仔 已經簽下了 同樣,因為有其他球隊都有發出報價 那我就截足先燈 170萬的出價是沒問題的 靈仔的話,8000歐元的周身 他都接受了 接著的話,我就無意了幾天 首先賣出了豪超和中二號 其實他們兩個年紀都不算小 但是總評就不是太高 接著的話,130萬的出價 從上升到上升到上升到朱神傑 他的潛力其實是有76總評的 即是國內球員算是比較高 而且他的速度都不頑 這單是一個不錯的引換 而且才只有20歲 很年輕 接著的話,我就畫了兩個 在上海海港的球員 一個是陳彬彬 160萬的出價其實都不貴 他本身的身價是160萬 接著的話,還有危陣 兩位球員的年齡都不算太大 那我就計劃把豪哥、韋世豪 改到前腰這個位置 陳彬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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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彬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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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著這條中場線,王波文搭檔鄭志 在國內我已經找不到比較年輕中場球員 潛力比較高,我已經找不到他們的替代者 這個真的很悲哀 所以現在真的在等清分營 希望可以出個天才中場球員 去接班鄭志和王波文 接著的話,模擬到8月1日 各位觀眾,激動人心的時刻到了 我們的冰島球探終於帶了一些人才回來 是不是人才呢? 看看這個球探報告 一共有5個球員 第一個球員是朱亮 朱亮,小朱的話 小朱47-63總評 潛力才只有52-68,已經17歲 冰島球探,這些球員 潛力這麼低的就不要帶回來 浪費時間 然後小張 這個小張 有些資料到 潛力66-88 總評48-64 我覺得可以直接簽下 這個潛力應該上70加沒問題 國內球員來說 上70加其實已經很好了 我覺得可以直接簽下 然後這個是小翠 42-58 總評 已經17歲了 老實說 我覺得不用再等了 直接拒絕 接著說這個是小潘 60-80的潛力 感覺 我們的冰島球探 這一趟旅程 去吃東西 找來的球員質量不是太高 這個小湖我都不要了 小潘 小潘的話就留在這裡 等這個球探作一個進一步的報告 就這樣 所以第一批球員 就簽了小張 小張的話 就53總評 哎呀 冰島球探 這一份球探報告真的差了一點 希望下一段 他可以帶更好的球員 當然小張的話可以留在這裡 我會幫他選一些比較合適的訓練計劃 看看他的數據 速度不錯 速度是不錯的 其他的話就真的是一片白紙 這樣 你究竟是想做個防守型球員 還是進攻型的球員 暫時的話就讓他做個 讓他做個防守中場 怎麼說他現在都是後腰的位置 我現在是踢433 我不用後腰的位置 哇 改造成中場 中場中 要23個星期 中堅呢 中堅只有兩個星期就行了 你踢中堅 沒問題 小張踢中堅 好 接下來就無意到8月7號 櫻甲聯賽的揭幕戰 就即將開球 首先補充一下 剛剛忘記說的消息 我是賣走了兩個球員 賣走了鹽鼎號 和劉細波 當然這個金額都不會太高 我也說過 這個系列會比較專注於清份球員 暫時就沒有清份球員 所以入場的次數不會太多 但是我也想看看這隊廣州隊 在鷹甲聯賽是甚麼水準 我現在真的不知道這隊球是甚麼水準 應該不會說差到 在各班區裡面 所以這場球可以測試一下 我會入場觀戰 沒錯 這個系列應該是觀戰 我特地切換到電腦的平台 看看實力究竟如何 好了來到現場 見到韋金比這次的進攻 比正值一次低的球 接著這個小摩托 弊蘭多 瘋狂向前 這幾下的大球過了防守球員 接著怎樣處理呢 高球給了陳奔奔 直接第一時間 凌空抽射 對一個六十多總評的球員來說 這腳球質量是很高 直接凌空抽射 而且角度都比較刁鑽 接著角球 黃博文主罰 這個球質量有點差 出來之後 正值 頂給黃博文 中場二老 韋世豪 張玉玲 韋世豪這個球 說亂攻不射 智哥被人剷了一下 接著直撕了 威南多 又一腳射門 接著裁判也補一張牌 給這個Wing 接著幾分鐘後 又是我們的進攻 韋世豪大球 看著有威南多 走位了 給到威南多 嘩 嘩 最後跑過了 你的球有些不應該 接著還是我們的控球 黃博文 這個球也是給了大力一點 怎麼說這群球員都是鷹甲水準 我們不要跟聖海人CFC的球員作比較 接著是劉電座也要作出破救 豪哥 這個球比得太明顯了 但又拿回球權 鷹甲水準是差不多 好亂的 黃博文 直撕逼了 閉南多 嘩 偉金 被這個門將上半場上身 不只怕你一個球 下來之後 鄭治控制著 給了陳彬彬 黃博文 陳彬彬 韋世豪 鄭治 傳來傳去 不錯 沒有射到的 張林鵬 張玉玲 怎樣處理 黃博文 有些亂 哇 真的很亂 接著玩門將 吹了15 最後 閉南多 偷雞成功 打入了廣州隊 鷹甲的第一個入球 這個門將也比較搞笑 之前那些坡教都做得不錯 哇 這個球真是太業餘了 這些就是典型的孤寒球 你說大腳清出去邊線 什麼事都沒有 當然最後他還可以打到那個球 上半場 踢到現在為止 我們的攻勢 確實是一籠接一籠 是值得領先的 領先一個球之後 其實雙方都踢得比較混亂 接著說 上半場進入尾聲階段 看看位金比這次的進攻 26號的麥卡菲 來到哪裡了 傳中 中間的 Memmetti 跟上射門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讀 讀錯的話 就說聲sorry 這些球員真的很陌生 雖然說是鷹甲聯賽 嘩 但是這腳零空抽射的質量 即是你都不可以怪流電座 彈柱而入 這些是絕對死角 後面還有張林彤 叫做拉拉他 這樣都射到這腳高質量的射門 接著 下半場比賽就開始了 或者看到張修華有上場 應該是吊了女士 吊了 嘩 這個球 偉金比的後衛出現了失誤 也是那一句 英甲聯賽 這些失誤的話 可能就是比較常見的事情 其實這個高球 意圖很明顯 陳彬彬加盟球隊之後 第一場比賽就有球進了 左腳射門 按得都蠻漂亮的 接著來到第56分鐘 看到偉金比的進攻 右路的麥卡菲 踢得比較活躍 接著九號仔 Wolfs的射門 被阿流電座擋出 接著來到第68分鐘 偉細豪給了了廖力森 他是替補上來了 楊立如也是替補上來了 給到後面張林彤 廖力森 開始背身單打 不是 楊立如這個位置都想射 有點大貪 張林彤又給了楊立如 接著張修維 偉細豪 偉細豪給了了廖力森 等下射門擋到第二下再補 門將救不了 看回這個球的慢鏡 今天我們的進攻 全球還是比較有耐性 不要急急腳弄一腳軟射 很多時候都是插進禁區 這個球的補射質量都很高 接著幾分鐘後 我們這邊有一次板擊的機會 楊立如 偷下了球之後 一直帶上來 轉身給了偉細豪 上邊有隊友照應 嘩 豪哥 你這個球這麼大 做什麼 馬上偉金給這邊的反擊 16號 來到禁區 豪哥 待會這場球踢完 你走上我們那個 客場球迷的觀眾席 給客場球迷人均打 你這個球 真的離開了 隊友入手 一比就單刀 本來是4比1的局面 現在踢成了3比2 豪哥這個球絕對要揹飛 追上一球之後 偉金給這邊 攻勢不斷 士氣旺盛 又是卡卡 是 專身之後的射門 豪哥現在的底褲應該是有點濕 剛才 明明一個4比1的局面 踢成了3比2 而且現在 偉金比攻勢不斷 接下你的話 大腳開出來之後 偉金比的球員 控制住了這個球 卡卡 思考了人生之後 決定自己前進的方向 犯規來的 裁判給了一個得益 Skogwon Memeti KaiKai Obita Obita的射門 但是83分鐘後 偉金比 斑平都比分 為什麼我這麼激動呢 因為 洪哥要被我打屁股了 4比1的局面 踢成3比3 豪哥 出來揹飛 底褲直接掉了 汗都已經出到濕了 這個球最後不是KaiKai 好像是Thompson 最後時間 偉金比反撲 好了 重新開球之後 這次進攻 張沙維給了張玉玲 給了豪哥 背身單打完之後 就這樣選擇射門 最後這10-20分鐘 偉金比這邊 嘩 Tiki Taka 英格巴賽 越踢越順 Thompson 給了Memeti Memeti 到禁區後 換右腳的射門 留電座立功 留電座救了豪哥 如果不是的話 你看到下場球 觀眾席就在旁邊了 有幾個已經想衝出來 好了 接著的話 角球張修為頂出去 準備進入保持階段 究竟是帶走一分 還是說一分都沒有呢 看看偉金比次進攻 說轉身射門 有點大探 接著的話 很混亂的情況下 高準翼 加力傳出來 零多 給到豪哥 豪哥 把握機會 怎樣處理呢 等著隊友 給了了 廖力生 給了到豪哥 然後滑入禁區 是豪哥的射門 唉 這個球 就過不了門將了 打算說 將功贖罪 接著 角球 豪哥給了廖力生 連續傳了幾下之後 高準翼 將臨旁的射門 散中柱 後面那條 藍色那條 對呀 藍色那條柱 不是白色那條柱 好了 接著偉金比門將 大腳開出 應該就沒什麼時間了 才半槍了 原場的哨星 第一場的比賽 混戰 3比3的比分 本身可以很輕鬆地取得3分 但是豪哥決定了 要等我們陣中的年輕人 提前吸取失敗的經驗 喂 豪哥 那些清訓球員我都還沒上來 好了 最後再看這場球的數據 雖然沒有辦法 下場帶走3分 但是整體來說 場面還是佔優 有15次射門機會 中籠的次數 其實大家都一樣 只有7次 換言之 有些球員是浪射 我看看哪個球員 浪費機會比較多 陳奔奔 射門數字怎樣 兩次射門 有一個入球的 靈仔 靈仔沒有射門 真可憐 楊立宇 是剃寶出場 閉藍都是全場最佳 3次射門 有一個入球的 韋世豪 3次射門 有送出一個助攻 但是也有一個失誤 而且是導致失球的 好了 接著無意到我閉審 我跟大家講幾個消息 首先 我剛才無意了兩場比賽 一場是聯賽盃 一場是聯賽盃 都贏了 所以這個英格聯賽 應該不算太困難 另外 既然玩得PC版 有些地方 可以作出修改 就絕對會作出修改 所以我就 送多了兩個球探 瘋狂挖人 因為現在 一個球探 進度是慢一點 三個球探 三管齊下 天才球員 發掘的時間 應該都會縮短一點 質量應該都會提高 沒問題 另外還有一個好消息 小張 小張小張 其實都要給他全名 其實這個拼音 都不是很準確 而且聲調 我們都不知道是多少 我看到他戴頭褲 我打算 遲些他升到一線隊之後 我將他的名字 改成張莫斯 沒錯 就是效仿這個沙子奧拉莫斯 張林鵬做不到張莫斯 希望把小張培養成張莫斯 看見他改成中堅之後 他的總評升了三點 不錯 而且這個訓練計劃 設置成防守中堅之後 很快都可以升總評 他的速度其實真的不頑 希望張莫斯 成長 我們清分型的第一個人才 是你的了 好了 接著是每個9月1號 我們的冰島球探 又更新了這個球探的報告 看看這次有沒有天才球員 說回剛才的每段時間 戰績如何 不錯的聯賽也有繼續贏 現在聯賽的位置其實不差 可惜聯賽杯是被韋金被淘汰出局 好了 是時候看看我們的冰島球探 帶了什麼球員 看看吧 青年軍職員 我們的冰島球探 這次的話帶來什麼球員 首先 小潘的潛力就出來了 63-79 現時的總評 45-55 所以就說NO 接著的話 這個是葉仔 哇 葉仔 你是邊峰 葉師來了 對 即是美師 葉師來了 葉師的話 78-94的潛力 不用說話 直接簽下他 接著的話 哇 哇 又有了 這個冰島球探 這次的話不是去吃東西 小流的話 我等一下再說他們的球星是怎樣 等一下再說他們的模板是怎樣 小流這個是中場的位置 79-94的潛力 不要想太多了 簽下他 哇 又有了 這個是小池 47-61的總評 潛力76-94 潛力只要過到70加就可以簽了 因為暫時球隊的話 要求不會太高 欸 這個是小鄭 41-55的總評 那我就不簽了 因為前幾位 潛力都不差 而且總評都不算低 而且都比較年輕 接著這位球員也是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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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這位球員 36-50 現在總評 太低了 都不考慮 好 看看我們剛才選中的那兩個球員 其實小張的潛力都出來了 61-79就不是太高 哇 小葉 這個小葉 原來是ST的位置 好了 葉拿到 他的偶像是ST的 葉拿到來了 15歲 51總評 這傢伙可以的 看看他的數據 速度69 這個不差 其他的話是差一點 盤球也有67 撿一撿的話 很快就會有上升 暫時選全能持風 選什麼都無所謂 暫時有很多屬性都比較低 好了 下一位 其實 其實這兩個 一個小池 一個小流 雖然說他們的潛力不低 但是 現在的總評真的有點低 特別是小流 我就不要小流 說真的真的有點低 45 要培養很長的時間 這個小池的話 勉強可以培養一下 但是 其實都 其實都很困難的 49總評 已經是16歲了 暫時可以讓他留在這個清份營 暫時的訓練計劃 就搜封完 你看到他 總評上升 需要的時間 也是比較長的 所以小池 就不一定是看得出來 但是這個葉拿到 我們以後一定要注意一下 小章 雖然說 那個最高潛力 不是太高 但是現在還是動態潛力 所以小章 其實是可以保持低 好了 接著 9月11日 經過了董事會 一段時間的考察之後 我們清份營 培養出來的第一位球員 叫做出爐 張莫斯尼 名字已經幫你改好了 16歲已經舊稱 57總評 可能都會有些出場時間 在這個一線隊都會有些出場時間 當然最主要是跟著球隊訓練 這個是很重要的 另外的話 剛才說起這個葉仔 我就發現 其實他好像踢這個邊鋒 更加合適的 你看到將他改成邊鋒之後 各項的數據 各項的屬性 都有上升 而且他是右腳的球員 行了 他不是葉師 亦都不是葉拿道 他是葉馬 各位觀眾 他還有五星巴士奇咬 所以他就是葉馬 葉馬 遲些進升到一線隊的時候 我會幫他改名 好了各位觀眾 爆炸性的消息 一個星期之後 葉馬改完這個位置 他的總評上升了6點 各位觀眾 我相信 我們這個 廣州青分營的未來之星 頭號未來之星 是屬於葉馬 我想現在簽下他 當然他現在還未夠清 15歲 已經57總評了 而且很快 總評會繼續上升 已經是五星巴士奇巧 未來世界球壇 這個左邊路的第一人 我想應該是他 好了 接著我們到9月15日 除了冰島球探之外 其實我們還有兩位球探都在做事 好了 現在又是時候 看看他們的球探報告 首先 這個瑞典的球探 把什麼人過來呢 首先 這個小章 現在我們有了葉馬之後 這個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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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沒有問題了 我覺得他可以直接簽 我們剛才那個門將 總評是比較低 應該可以替代他的 接著的話 這個應該是小熊 我覺得他的總評 是56左右 所以應該都可以直接簽 我們等一下再看 接著的話 這個小方 初次總評應該都不低 但是 他的潛力 浮動的空間 這個幅度太大了 所以的話 可以作進一步的報告 好了 接著的話 就是這個英格蘭的球探 那他 這個不行了 接著這個 小道 小道的話 都要繼續查探一下 因為現在的總評比較低 這個的話 是 小廟 但是 小廟 但是他這個初次總評 真的比較低 所以我直接不要 我們現在的門檻是上升了 這個的話 都不要 OK 看看我們剛剛簽下的球員 有沒有人可以拍得住 我們的熱馬呢 首先這個小李 小李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小池可以拚了 你真的一般 小李就門將 培育計劃的話 改成搜門員 三個星期之後 總評就有上升 不錯的 接著的話 小航果然 我都說 是55 56總評左右 其實都馬上可以進升至一線隊 當然先改改他的位置 我看看他的位置 應該就是 等一下 他是左腳球員 左腳球員 那就是右邊峰 暫時的計劃 將他改成右邊峰 我待會看看他總評的上升幅度 接著的話 大概隔了兩個星期 小紅的位置 就改成了右邊峰 其實會有一點點令我失望 他的總評就上升了一點 所以我就計劃了 繼續將他留在這個青粉營 他的潛力不像葉馬 明顯是體現出來的 葉馬是未來的超級巨星 是我們這個廣州青粉營的透號巨星 所以小紅的話 就繼續觀察一下 看到剛才無意的一段時間 其實戰績都不差 我覺得鷹甲聯賽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 大部分時間都是贏的 暫時的話 廣州隊是排名第一 當然這個不是重點 最重要的是培養我們的青粉球員 OK 今集就到此為止 其實我覺得這個青粉的質量是比較高的 可能以後的話我會減少一些球探 暫時就讓他繼續做這個報告 很急的 等我大概是找到了 那4-5個我想要的未來之星之後 我覺得就可以減緩這個球探的進度 好了 今集的話收穫真的很大 現在我真的等著葉馬 快點過生日 快點救16歲 我想看他踢球 就很期待 OK 今集的視頻就到此為止 喜歡的話記得多一點讚 那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